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在2024年财政预算案提及的 E-Madani电子钱包 今天开放申请 受惠人数更是高达上万人 由于符合资格的国人 一大清早就涌入申请 短短一个小时就传出 平台系统陷入了瘫痪 索性问题很快地得以解决 不过政府提醒民众 电子钱包只适用于实体购物 不要掉入兑换现金或转账的骗局 今早8点 E-Madani电子钱包重视开放申请 由于符合资格者共有1000万人 因此不到一个小时 就陆续传出参与计划的平台 系统瘫痪 早上9点07分 马来亚银行发贴文指 旗下的MAE应用程序 因为出现高流量 需要一些时间来舒缓 并向申请者表达歉意 40分钟后 马来亚银行声称 MAE平台已经陆续运作 用户可以继续申请电子钱包的程序 平台系统瘫痪告一段落的当儿 财政部今天也发文告提醒受贿者 E-Madani钱包的初衷是 促进数码经济 并培养无现金支付的风气 因此只能用在实体购物 无法兑换现金或点对点转账 当局强调凡是提供电子钱包 换现金或转账的优惠 都属于诈骗手法 促请民众不要掉入骗局 以免得不偿失 文告表明 一旦有账号被举报涉及对线 或点对点转账 政府将封锁相关账号 和取消E-Madani的信用权利 今天开通的E-Madani电子钱包注册 将持续到明年2月20号 凡是年收入不超过10万令吉的21岁或以上的大马公民 就符合资格申请 民众可以到马来亚银行 他宣购Shopee Pay和Zetel的其中一个平台 申请100令吉的电子钱包 不过必须遵守相关条件 那就是不能用在线上交易 网络购物 大到收费 游戏金额 或转到本身的电子余额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